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将集集中综合在这里 说得非常好 我们真的有原因要签华固浪 不是贪费平或贪费过瘾 回来 先说回来 原本来说 大家记不记得 曾经我们也传过 李斯特城的Band Chilwell 捷维尔 记不记得 因为当时都觉得阻集需要補强 但后来由于Bandon Williams 彈起了之后 除了梭尔之外 还有Bandon Williams 可以打到左闸 所以Band Chilwell 传我们的情况 就减低了 为何突然传华鼓浪呢 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大家都记得 去年的季尾 我们的进攻足球 踢得非常理想 自从Boudou 弗兰迪斯做了一个弱忍 引爆我们之后 普巴也可以合作到 虽然有些朋友说 他好像走得多大 其实他也发挥到他们的作用 因为我们需要长短炮 远一点的长拳 普巴不是做得太多 但其实是有个功用 有个威胁性 另外前线三叉击 福仔和Greenwood 两个在两边插进来 另外Marchia 也开始慢慢似乎 一个踢9号位的球员 这几件事同时发生 令到我们的进攻 基本上都是中路发展 无论是普巴的长拳 Boudou在10号位的游走 或者是前面的三叉击 尤其是两边的进攻球员 福仔和Greenwood 都会很喜欢在中间 找机会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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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我们说 梭尔和福仔 有时打一些1、2 都是一些underlap 就多过overlap 就是都是在中间 那变了来说 对手慢慢摸索到 如何防我们 就是基本上 搭齐人马 塞在中路里面 那变了在中间 人实在非常多 亦都间接令到 我们后来的威力 就减少了 还有 我们相对来说 越来越难找到一些 进攻球机会 也有的 很多时候也说真的 因为这样 会多了12码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都是中路入禁区 对手很容易 踢低了我们 但不好处就是 好了 当对手集中在中间 防守的时候 我们的相对来说 板斧就少了 这件事也是 我之前说过 记不记得呢 我其实很想 踢到有少少 像利物浦 中间可能是 马仔 或者是 Buno 才能做到的 一个倒后小子 然后两边插入 福仔和Greenwood 或者福仔和马仔 在两边插入 但是 这个也是 一个比较集中 在中路塞 塞了比较多人的一个踢法 当然 利物浦也是这样踢的 但利物浦就有点不同 他们两边的集位都能出球 砍一些漂亮的玻璃 给中间的球员 去搶顶 或者搶到位 去直接攻门 这个正正 也有漫迷 当时已经说了 大哥 大巴 我们的集位不行 这个正正的问题 无论 达嫂我们的集位球员 包括梭尔 包括Bandon Williams 包括右边的云比萨卡 包括还可以做剃堡 的Darlow仔 和福素文莎 其实他们的传播 都不是那么理想的 这么多人来说 传播比较好的 就是Darlow仔 但他的防守方面 的确是差一点点 因为我们都说了 无论是梭尔 Bandon Williams 或者云比萨卡 都是他们的位置感 都是差 但是他们用速度 去补救 去补回位 Darlow仔 的位置感也是比较差 但是他的速度 没有刚才那样快 就很多时候 变成了脱漏 就是这样的情况 相反 最防守的是福素文莎 在防守方面 的确是比较好的 但在进攻方面 基本上 他就没有参与 OK 好了 正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 就算是传得比较好 Darlow仔 他防守方面 又比较 没那么理想 所以基本上 令到对方很舒服地 把人塞在中间 防守我们最强的 那几个三叉击 Buno 和宝巴之外 我们的边线 的确是很多空位 很多位置 给我们做球 但问题就是 因为球员的能力问题 做不到一些致命的传送 令到我们的进攻 没有理论上那么立体 因为本身来说 例如 刚才所说 利物浦中间比较多人的时候 他就用两边 传了一些好球 而我们 还有一个办法 我们就是 厚一点 靠浦巴 调一些高球 而且说真的 我们的中场 例如 Buno 的组织能力 或者是策动工事的能力 是比利物浦的三个中场 这个我相信 都无可否认了 OK 所以都是有些办法 去解决中路塞车的问题 但是 始终不够全面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其实去年我也经常说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我经常说 前年已经开始说 去年更加说得多 就是说 我们两边的集位球员 真的要认多一些 除了传送 要认多一些之外 根本就要认多一些射门 因为很多时候 他们去到禁区K角位 都是没有人认识他们 或者比较上很多空位 因为每个对手都集中在中间 如果我们的集位球员 在K角位射球 可以射得更好 我想他们的入球 真的多很多 这个也是当时 这个也是当时 为什么我们说 想找Ben Chilwell的原因 因为Ben Chilwell 的确是有这个能力的 OK 但Ben Chilwell 第一 他超贵了 五千万英镑 第二 就已经转车路市了 所以也没关系 但是现在突然间 有一个 和Ben Chilwell 不差很远的质数 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但是我看 就是看得不多 我最主要看了他四强那场球 质数真的不差很远 而且这个Raglon 华古朗 又可以传 射球 我不是看得太多 不知道他能不能 但起码传球 是比较传得稳定 还有什么呢 他基本上 很有一个打 一个杂位的 的打法的球员 因为他除了可以在两边传球之外 他还可以和西维尔 做到一些 overlap 无论是在边线传球 或者做overlap 落底线传球 都是可以成功地 拉开对方的防守 即是说 我们在边线 真的做到有发业的攻势 的时候 对手就不能完全 塞在中间 一定要找人 来防守 因为说真的 如果我们每次 传球传得很漂亮 给到我们中间的 Marchia 或者福仔 或者附近年活突 他们可以直接做到 功门 只要能塞到一个好位 如果我们真的 有传送的时候 你就不能够 在禁区里面 一定要找人 阻止他做这个传送 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的板斧 进攻的板斧 就会多了很多 另外 Tyron也找了一些数据 简单来说 简单来说 就是传送 预计的入球 以及预计的助攻 Regulon 比起我们的梭尔 都大约多了一倍 关于进攻方面 全射 或者入球 助攻的参与 都是比较多 所以这个绝对 在边线的进攻 如果华古朗来到的话 甚至比梭尔更好 当然再加上 梭尔本身经常会受伤 而且也不可能 预计梭尔会被踢了整季 综合以上的几个意见 就是说 在我们战术上 有少少弱点 或者不太圆满的情况下 在边线全中不太强 以及边线拉开底线 我们经常都说 为什么我们右边的进攻球员 不会拉开底线 拉开对方的防守 但是华古朗就给了我们这个 再加上 如果华古朗来了之后 其实Brandon Williams 两边都可以踢 如果左边来说 真的固定地 如果由梭尔和华古朗去踢 去竞逐这个位置的时候 Brandon Williams 就可以顺势去右边 踢他比较顺脚的右边右闸 以及他本身出身都是踢右闸 就和云比萨卡竞争正选 而到时来说 Darl仔可能有可能性 就是会放走 因为Darl仔真的很少用 Soushachas基本上 都没有怎么用 如果这样的分配来说 比我们的集位球员 比较 其实说真的 如果华古朗来了 华古朗梭尔左边 好像刚才所说 右边就是Brandon Williams 还有这个 还有个福素文鸦 两边都可以踢 而且这个就是只防守 如果我们真的要一个 纯防守的集位 可能左边右边都是出民沙 其实已经够了人 如果Darl仔如果真的离开 转去第二个球会的话 对于我们的影响也相当少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究竟我们为什么 无端端以为 不用买集位 为什么又会买呢 的一个相当原因 也真的解决到 我们一些进攻的问题 OK 这次节目来到这里了 记住了 看完这里差不多了 已经 大巴台 晚一点就会有 关于 加联活动被续出 英格兰国家队的情况 和大家分析 或者分享 OK 这节目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的周听收看 拜拜